好了下一套,下一套就是Death Paradise 這套其實挺有趣的 中文譯得很有趣的 中文譯成什麼?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死之遊行 死之遊行? 我不知道為什麼Paradise會譯成遊行 應該譯成樂園才對 當然也譯成parade出來 我不知道 你見到它用OP,或者大家看到的感覺 它是一間酒吧 你感覺上有個Bartender 其實這套會不會賣酒的呢? 不知道,可能是美成年 好像那個漫畫不講紅酒 神之水凸 神之水凸 你見到OP好像很歡樂 你看到它覺得這套是什麼? 好像群像劇 但是,比較不好意思 我們兩位只看一段集 說到Death的時候 我都不覺得會歡樂到哪裡 第一個感覺 你有一點想到最聯想的 就是《視角敷眠》 就是《死後問》 大概是幾年前的作品 那個就是 死了一個人寄回現界的那封信 但是這裡又更加有趣了 他說的就是 以第一集而言 毛尼頭有兩個人 搭電梯到一個地方 然後看到 他沒有說過前因的 首先 其實你也猜到了 不猜到的 一開始看到動畫 怎麼知道他在說什麼 只知道 好像在酒吧 有兩個人走出來 但他們很迷惘 很迷惘 你為什麼會去到這裡? 然後問他們 看到之前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你也猜到他死了 然後就說 你們要玩個遊戲 那你們就沒得走 沒有啦啦 找什麼遊戲啊 酒吧 要不要走就算了 Johnny Walker 我要走啊 我要離開這裡 這裡沒有出口 然後他告訴你 只有廁所 你可以去嘔 不是 他好像真的告訴你 這裡沒有出口 你不玩完就沒得走 他找不到出口 但是他說你要玩 這段遊戲 就要賭上來的性命 不算的 他要抽籤先的 抽籤 選個遊戲出來的 不是 抽籤選遊戲 那遊戲就要賭上性命 無緣無故去喝酒 然後他們就說 聽到賭上性命 就覺得你也瘋了 於是想走 但是發覺找不到 找不到出口 然後他跟你說 你不玩完這個遊戲 你就沒得走 你不可以離開這裡 那接著 他就打開後面的櫃 後面有整大都吊了蠟鴨 於是 然後他就說 有這麼多蠟鴨 那算吧 就先聽他講 然後他就抽到 很典型的玩酒吧遊戲 玩飛鏢 其實沒什麼 但是他最初說 就是你扔飛鏢 但是他就說 你飛鏢上面不同的 area 的格子 就代表了 你身體不同的部分 是跟你的神經連結著 所以什麼呢 你扔到那個位 扔中的話 就那個位會痛 不是 是對方的位會痛 因為他們兩個人玩的 你扔那個位 你另一個人會痛 譬如有馬和樹林扔 那樣 有馬扔中 樹林就很痛苦 所以其實就是 互扔單問題 另外 第一集 這兩位角色 就是參加者 這兩個人 是一對夫婦 是一對夫婦 老公扔中 老婆很痛 如果眼界差 扔錯了自己那個 沒問題 那這些是自作業不好 是不是 這麼大的把 你扔了旁邊的把 是不是該死 其實這件事照樣扔 那問題是 當扔了水過鴨背 扔了幾輪 就開始覺得不對了 扔了幾輪 真的痛 於是 老公就開始有點不強 真的痛 那怎麼辦 你不要扔 其實那個 老公有跟他說 你不扔 你就不用痛 扔到 扔了七支錶 完結了 那遊戲完結了 那你們就可以走 但問題就來了 如果跟著他 現在 他已經扔了 扔了幾輪 扔了幾支 才開始問 他就問 如果你們全部都不扔的話 你們的分子也會保持現在 就是老婆贏了 那你就會輸 然後他最初在想 輸就輸 沒有什麼 沒有結果 但是 扔一下 接著就 開始有些 古靈精怪 開始想起有些東西 因為扔到差不多 扔到尾耳就知道了 開始 那個男方扔到尾耳就知道了 就想起 好像結婚的人聽到一些 耳語 就是一些 耳朵朵那些東西 然後開始 我老婆是不是真的 那麼值得我輸給他呢 因為 現在的分子 如果大家一直都不扔就老婆贏 老婆贏 老婆高分一點 於是就 我失手 他說失手 我失手 扔了一個高分 超前了分子 就扔到老婆的肚子 那個位置代表了 然後老婆就跟我說 他說 我有了你兒子 我懷孕了 你還扔我肚子 不要扔肚子 剛剛都已經跟你說 不要扔肚子 不要打臉 不要打臉 要見人 然後就是那個邏汁 然後 又好像很開心 然後想起 而之不是我的 這些很多 就是他畫之前的記憶出來 就說 會不會是不忠的事實 對 老近夜 但是 故事就這樣推演下去 然後又 不是 是誤會 那其實 說那個也不是我 就是他朋友說那個人 其實 那其實 就一直這樣推演下去 但是 推演到最後 他又做了一個挺有趣的事 首先 不要理會誰贏 誰輸 不劇鬥 不劇鬥 大概知道 暫時大本集 去到怎樣 這套作品 挺有趣的 男主角 不是 男主角 老公 他說了一件事 其實剛才你有個隱藏條件 沒有說 就是 你說計算 靶上面的分 你沒有說 那些錶是要誰扔的 我可以拿我老婆的錶來扔 你可以搶旁邊的錶來扔 可以拿老婆的錶 扔到老婆的靶 令到老婆的靶痛 但是我自己有加分 是的 其實 他很一意 因為很多這些作品 他不會跟你講 這麼小的規短 就自己爆了 他沒有說得明白的 這些Hidden Agenda 或者是沒有白紙黑字的法律 應該是隱藏條文 這些通常你會覺得 那些什麼金田藝突然指出來 那些東西 其實很多都是潛延物化的 你說扔錶 普通人來說 我當然是用自己的錶 來扔自己的靶 但是他就沒有想過 有些旁門阻道可以走出來 還有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 因為我最初看到他的靶 他的版滿分 他的說法 他的版滿分是501分 那麼扔中就會減下去 但問題是扔中的心 正中心都是25 還是50 問題是 誰最近0的贏 我只有7隻靶 我中了都是350 不是的 如果我玩那個扔錶 其實他在某些圈 他會有個倍率 例如說 他會比較窄 他會比較窄 例如說乘3 但是乘3 他這裏說到 可能有3倍的疼痛度 這樣 不要緊 是Onisa說 所以 如果你計算分 加上那個倍率 其實是可以去到501 但其實 你見他們現兜兜扔 其實每錶都是幾十 那些什麼差 他們連400都不過 他們都不是扔開錶那些 不是下酒吧 扔錶那些 所以其實有一樣東西 也挺隱藏的 就是 其實他們期望你是 可以搶人家的錶 讓你插進去 做到0 但是你要很殘酷才行 當然這件事是隨著故事演進而開始 然後那些在對馬 反台 就是拿以前的回憶出來 你是不是這樣這樣 你是不是背著我歐落 八婆 但是這些你生前 你不會說 攤出來講的那些 死後 遇到某些事情 你才拿出來 不一定 我覺得 講人 我覺得這套 是講人性的哭面 對 所以挺有趣 你喜歡一點 對 所以你就覺得有趣 當然 最後 故事說 其實贏就是上天堂 輸就是落地獄 但是第一集就只知道他們兩個 去了搭電梯 之後怎樣也定下 開另一個新的 其實我覺得有點不重要 我有個問題 我沒有看的 就是 扔標贏了 高分的人就上天堂 即是力強者勝 即是最殘酷的人就上天堂 是啊 不知道 法官大人我沒有什麼問 我覺得很合地 是嗎 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他們也有說 這場是一場掠奪的遊戲 社會是掠奪的遊戲 上天堂也是一個掠奪的遊戲 即是上到天堂都要 不定上到天堂都要玩 你有沒有看經過遊戲 沒有人跟你說 天堂其實什麼都沒有 但地獄可以吃大餐 天堂是一個孤菜的生活 地獄是一個酒池玉林 你肯定沒有看鬼燈 地獄是很多東西看的 好了 大家有興趣就繼續看 去下一部